话不说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 兄弟们 印度这次又要苦了 就当地时间的9月28号 印度人民党的高级议员斯瓦米就说呀 他呀 收到了这样的消息 就说印度 因为和俄罗斯购买的S400即将交互了 美国呢是必然要制裁我们大国印度呀 还说什么 白宫已经准备好制裁文件在哪里 现在呢 这制裁文件就放在了美国的国务院 只要印度这边前脚一拿到俄罗斯的S400 后脚美国的制裁 那就得跟上了 好嘛 昨天拜登还说支持印度入场呢 一晚上过去又开始制裁了 前天两人还坐在一起 你能我能认清 隔夜这杀父之仇 夺起始恨就要与斯瓦波了 这一翻脸速度 数十比我更新的都快 对了哈 以上这些话都是因人党的斯瓦米说的 和我个人不发声管枪啊 实际上呢 美国也不是第一次说要制裁咱们大国印度了 就在此之前 今年的3月20号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访问了印度 当场呢 就对印度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这事 就表示了不满 就给莫迪提过去的 但是呢 没办法嘛 咱们大国印度 要想立足于世界之典 武器装备 那必须得买呀 制造研发也没那个实力 确实是没有办法 而且呢 俄罗斯常年给印度提供这些个 二手的确精少俩的武器 印度人他也不介意 这纯纯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除了这个呢 美国之前还计划对英国和印度 大幅度增加关税来制裁 当时数额就达到了25% 纯纯是把咱们大国印度当羊毛好了 现在呢 看这亲美的印度呢 是哪涨价哪了 国内有游击队天天骚扰 还有印度警察和人民群众殴打一片的 再加上爆发了许久的游行 新冠肺炎的四孕 好嘛 跟这儿叠话不呢 美国现在是既不想看到印度花钱 买俄罗斯武器装备 抢了自己世界最大军火商的生意 也不想让自己的朋友超老弟和敌人走得太近 何以这么说 留给莫迪做选择的时间 那真是不躲了 就针对这个这里的印度的网友 那也是相当的激动 就说呀 我们印度人永远都不要相信美国呀 只有俄罗斯 法国和以色列才是我们打国印度真正的朋友 这个时候 咱们的最强王者韩国网友 那就上线了 啊不 只有平民控制的苍蝇和老鼠才是印度真正的朋友 好嘛 这两句话真是让我们很难不认同啊 还有英国这个网友就说呢 印度人应该学习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 充分地发扬干地精神 即便美国打了马克龙的右脸 他呢也会把左脸再胜过去 好嘛 这怎么还开始还阳如法了呢 你知道这一个逼斗对我们马克龙能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 好印度人呢 就说要把美国企业工作的印度人给造回来 让美国企业瘫痪的 有说如果美国军队经过印度洋的时候 让印度的航母编队给美国喊去上一课的 好嘛 你的航母还没想上膛自己就能炸的玩儿怎么给人上课呀 给人现场就学一下怎么翻车呗 维修课呀 总的来说呢 印度人这些评论就一句话 现在的大国印度不是你们自由的美国想惹就惹得起的 那脾气是相当火爆了 我都寻思印度是翻身做主人的 把历史上印度外来人种供打印度荼毒人的镜头都拿出来了 希望印度好自为止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按对美国生成要制裁印度的事怎么看见 咱们也可以评论一闹一闹 好了 quote段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观ail 转发 观赞 订阅 转发 观赏 观看 咱们下集合 观众来 再见